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好人变坏 是坏人会变老 然后呢 结果呢 又出现了17群比丘 那当然不是17个比丘 而是17群 6群代表是年纪比较大的 年纪比较大的老不休 17群的代表是年纪比较轻的小屁孩 那么他们彼此互相争斗 争斗得有多严重呢 比如说17群比丘刚出家的时候 他们看到六群比丘就问说 长老啊 请问要怎么样修初禅 二禅到四禅呢 结果呢 这个六群比丘一看年轻人就很讨厌 就跟他讲 你现在问这个问题 已经丧失了你的比丘界 你要还俗 结果17群就跑去找佛哭诉 佛就把六群叫来骂一顿 后来呢 这个六群比丘处处的欺负17群比丘 这样听起来好可怜的年轻人 对不对 被霸凌 这17群比丘本身也有问题 比如说在接受信徒大供养的时候 看到信徒在喝酒 然后呢 信徒就问说 师父啊 我们在喝酒你要不要喝 这比丘就说 你能喝的我当然也能喝 来干杯 结果呢 醉到倒在地上被人家抬回一身团 当然又是被佛车折一顿 渐渐的呢 17群比丘呢 胆子越来越大 有一次他们看到六群比丘 其中有一个人落单 两边就打架 就活活地把六群比丘 其中一个老人给打死 打死了 而且还等于发生了命案 而且还坐在人家的尸体上 耶 胜利 平常欺负我 终于给你欺负回来 你怎么死了 废话 人家年纪那么大一碰就死了 所以呢 即使是佛在世的时候 身团里也是 乱七八糟的事情是很多 所以记不记得 有的时候平时导师会说 其实在身团里有很多人要帮忙佛去处理这些阿里阿渣的事情 像米勒菩萨在世的时候 还在身团的时候 也是一样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被叫做佛真正的弟子呢 显然六群跟十七群这不是佛真正受认为他的弟子 佛有说过他的弟子是什么样的人 四双八倍 也就是佛有讲过 我的身团里面你不要以为都是好人 里面最好的叫圣道比丘 也就是实际上正得果位 其次是说我知道该怎么正 但是我还没有正得 我的一切都是对的 叫做路到比丘 但是也不可以 不能否认说 在身团里面一样有生活比丘 他来做比丘只是为了 每天有东西吃不会饿死 更严重是什么 污到比丘 假装自己是出家人 实际上做的都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佛有说过 不是我的弟子都是我的弟子 我真正的弟子必须是四双八倍 也就是正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或者是即将正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加起来这八种人才算是我真正的弟子 才是四知福田 才是值得恭敬的人 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交代 他是以正果来计算 而不是以出家的年限 或者说他穿拿什么衣服来判断的 所以这个是在佛在世的时候 都已经讲好 好 那么今天学术界 特别是研究比较宗教学的 都说佛教的东西 都是从印度教里面发育出来的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比如说呢 在世尊之前的奥义书里面就有提到 过去生的业 今生的业 下一生的业 简单来说就是 一个人因为无名而造业 有了业就得轮回 一个人因为智慧而能够停止造业 没有业 他就不必再轮回 早在世尊出世前 奥义书已经这样在讲了 所以今天有人讲说 佛教的独特地方就是讲清楚了英国法则 我猜他一定没有读过印度学 然后呢 一个见到的人 就能够就有能力 渐渐地驱入涅槃 这些是在奥义书里面都已经讲到 二转法轮的东西 非此非彼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有一个真实性 所以此世界能够生死轮回运转 如果呢 没有这个真实性 这个世界就没有真实轮回的运转 这也是奥义书里面的东西 或者说呢 一个人 他认为这个东西叫做瓶子 其实众生就是被这个东西害死 用自己的意识心去认为说 这件事情是什么 那个东西是什么 之间决定了一切 这就是众生的实况 那你说这个东西叫瓶子 瓶什么它叫瓶子 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小去学 我们脑袋里的一个观念 所以呢 愚痴的人 他有身见 有身见就不断地轮回 如果一个修行人懂得把自己的身见 把这个意识心的认知 像蛇脱皮一样把它脱掉 那就只剩下一个庄严解脱身 老师好伟大哦 这是哪一本佛经啊 不 这个叫自我奥义书 这样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那一些教授都说 佛教是印度教的一支 来 再来看 这一句话 是真帝三藏翻译的经七十论 交代 如 弟子啊 你们不但要把法舍掉 把非法也舍掉 让我们想起一句话 法上 因舍 何况 非法 实的也要舍掉 虚的也要舍掉 全部都舍掉 把这个想要舍掉的念头 通通都舍掉 这样子就能够剩下清净 独自存 哇 老师 这个经七十论是谁讲的 很好耶 经七十论 就是刚才讲的 数论外道的根本论 而且是由真帝三藏去翻译 怎么会一个佛教法师去翻译 有人会说 老师佛教法师干嘛去翻译那一些 花这么多时间跟精力来翻译 外道的典籍 那我告诉你 玄奘法师还有翻译 圣论十句义 圣论的一本根本论 乃至于 所以呢 这个大部分的教授们 真正 这个所谓学术界的 那些有名的教授们 他们就会讲 哎呀 二圣法就是 这个 废陀经里面发育出来的啦 大圣龙树所说的那个空 就是 奥义书里面所说的玛雅 玛雅就是幻化 莫纳 然后呢 龙树所讲的东西 都跟印度教讲的一样啦 好 你说老师 这些教授不懂嘛 那也就算了 比较令人伤心的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龙树菩萨的论刚刚出来的时候 即使是佛教里面的人都说他是外道 来看这个高僧传里面讲到 于田诸布 所谓道行经 道行经就是最早的般若经 于田诸布呢 是学小圣的 他们认为 龙树菩萨的讲的这一些般若经 讲的这一些道理 是婆罗门书 龙树菩萨所讲的东西呢 在乌图国的小圣 说你们这一些 般若经叫做什么 空花外道 一切都是空嘛 一切都是空嘛 那一切不就像一朵空花一样吗 没有意义的海市圣楼吗 就是空花外道 好 到这个地方各位就可以理解了 我们这一集里面讲到的那一位 目差局多 为什么他会直接说 你们这是邪论 当时就是有很多人这样认定 那至于三法 这个三转法轮的教法呢 如来藏了阿赖耶士这些教导 有一个会持种子的 这个持种子的本身就有 雄伟不可思议的力量 不用人家去动他 他自己会动 自立在下动力居上 那么一切的神灵 也只是由这个大饭天所创造的 到底大饭天是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 那神明知不知道 神明也不知道 所以教授就会讲 你看这一些 其实你们所学的三转法轮的东西 也只是印度教里的东西 印度教都有讲过 但是各位都晓得 真的是这样吗 方广昌 大陆的老教授 教父级的人物 他也这样说 奥义书里的东西 跟佛教的涅槃是一模一样的 西方最早研究佛学的大教授之一 摄尔巴斯基 他直接就说 佛教里的大圣思想就是奥义书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 连印度人自己 施绝悦 他曾经 他是一个印度教授 然后来中国好多年 比较中印两国的佛教 他就告诉大家 其实 佛陀接受的是 奥义书的哲学 佛陀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只不过他用涅槃来取代 过去的大范两个字 这就是学印度教佛教的比较宗教学的人的共同的结论 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 但是各位大部分人都晓得那不对 为什么不对 不必问我们 问平坡梭罗罗王 在平坡梭罗罗王时代 这些东西都已经盛行于世 但是当佛出世以后 他最早就是选择平坡梭罗王的摩羯陀国 开始教化这个国家 如果佛陀所说的东西 跟那一些大师一样 平坡梭罗罗王为什么要供养佛陀 他到底说佛说什么 我对平坡梭罗罗王一开始就讲 有一个士能够生义根 有了义根就有众设法所生 如果只就字面上来看 这个跟印度教讲的一模一样 但是里面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们先看结果 后来不但平坡梭罗罗王接受了佛的教法 而且整个摩羯陀国 大家开始通通跟着佛学法 所以在《普耀经》里面说到 摩羯陀国当时是最强的国家 最有钱的国家 每天唱歌跳舞 后来自从佛陆了这个国家开始教化 晚上不唱歌跳舞了 大家都回去送食经典 都回去学习佛法 为什么摩羯陀国的国民跟国王 听到佛所说法之后 放下了这些娱乐 开始去学法 各位认为差在什么地方 佛所说的法跟那些印度教大师说的法 差别在哪里 是表面上字面上的不同吗 差别在哪里 两个字 使证 印度教的大师跟我讲一大堆屁话 结果他自己都证不了 就像刚才所说的阿罗罗加兰一样 可是当佛陀一来这边 他说的道理很简单 却是一步一步可以实证 遇到了真正能实证的佛陀 那我当然要跟他学 值得放弃我的唱歌跳舞 跟着他学一辈子 对不对 就查在这里 如果看字面 很难理解 接下来佛在世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分钟分派 来看看佛才刚刚走 走了以后记不记得 他开始做经典的节集 节集的凡文叫做 Sangiri Sangiri是什么意思呢 就叫做和颂 就大家 生且集合在一起 一起来把我们曾经听过的经 颂一遍 那 为什么要讲生且 什么叫生且 佛地址叫做 Jinaputra 佛地址有四种 有四种佛地址 哪四种 比丘 比丘尼 悠婆舍 悠婆仪 这个叫四种 对不对 四种他们所的团体 就叫做Sangir 生且 所以在印度的时候 乃至于在经典里面 都有讲到 四种各有各的生且 不可以混淆 比如说出家人 在送他的出家界 在家人可不可以跑去偷听 不可以 因为你不是那个团体 你不可以听 那如果在家人 在那边唱歌跳舞 出家人可不可以加入 可不可以去喝酒 不行 你不是那个团体 你不可以去行那个团体的法 所以Sangir是指这四种的团体 结果在北魏的时候传进来 本来的四种的Sangir 现在你如果去看 四种Sangir变成什么 到中国变成比丘 比丘尼 沙米 沙米尼 把在家中的生且给切掉 仿佛在家中是没有团体的 这是北魏时候刻意的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 请问沙米有资格独立安住成立团体吗 不行 所以一开始在中国的时候就把他给坏掉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结集的意思 叫生且集合 来 集结的事情各位也都知道 不用我讲太多 在佛一过世 六君比丘就说 老头子走咯 好棒哦 所以大家就说 这样不行 我要结集 于是就把大家叫来结集 所以在七叶窟内来结集 那结集要花钱 所以说要阿者四王来出钱 然后叫五百结集 五百阿罗汉进来结集 其他人不准进来 门关起来 所以叫窟内结集 但是记不记得 这个窟内结集结集出什么经 四部阿罕经 经律论都有 这是生文生且的结集 我们是生文生且 结集我们的阿罕经 天经地义 所以这个时候在七叶窟外 就有人说不对 明明佛说的经不止这一些 你们怎么止结集 你们生且 怎么止结集解脱到的四部经典 所以要求无等抑郁结集 然后由谁婆师婆来带领 婆师婆是无比丘之一 然后由万人来结集 万人就代表不止在家人 还包括不止出家人 还有在家人 然后所有佛的弟子来结集 结集出来的就已经是 除了经律论之外 还有这个杂集静奏五脏 那在西域记里面也是这样在讲 但实际上当时的记录非常的多 因为呢 请澄清一个观念 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佛经 最早最早也都是在佛灭后五百年 公元以前才有 而且当时我们后面讲到 不同的部派传自己的经典 各有各的经典 所以不同部派对于结集的说法就各异 所以后面我有列出他的这个 哪一本经在讲怎么讲 所以呢 声闻的生且 结集他的四部阿罕 菩萨 那菩萨不满意 菩萨去结集 但你不能声闻生且结集的 这个解脱道没有不对 可是呢 记不记得 傅楼那 他是在西方最远的僧团 当他回来以后 结集已经结束了 他一看到 怎么我们的结集 只结集出四部阿罕 于是他就找大家社去算账 说我要求重新结集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大家社跟他说 已经结集完了 这件事就不要再讲了 另外一种说法是 他真的有在重新结集 还是又由同一个阿南再去结集 那也有人说不对 不是在王舍城结集的 是在Kushinaga 也就是佛所灭渡的那个地方就在结集 楼是由大家社阿纳律 加沾岩共同结集 然后呢 那么主要也是结部 结集出这个四部阿罕 但是呢有特别讲到 当时呢 这个由国王出钱 由去世纳家国的国王出钱 然后用了这个很好的白薄 白色的细部 然后把这个金写上去 那么 至于菩萨有自己的传说 文殊菩萨教导我们 大智度论里面讲到 菩萨的结集叫铁围山结集 带头的人是文殊菩萨 米勒菩萨 一样把阿南带过去 在什么地方结集呢 不在人间结集 用神通飞到铁围山结集 还有呢 这说法是什么 巴掌结集 什么各有各的说法 很乱 非常的乱 那么到了佛灭后200年 那就是二次结集 就是菩萨里 比赛里结集 那这一次的结集 大家都知道主要是结集 只有在绿点上做讨论 并没有什么金绿论全面 但是在南传的经典里面 却写到二次的结集的时候 东方比丘有一万人大结集 一万人 东方比丘有一万人吗 没有菩萨的结集 所以呢 即使到二次结集的时候 不同的经典 仍然各说各话 到了佛灭后 大概300年才开始 就是阿玉王开始结集的时候 这才比较统一 才有统一的说法 而且结集里面的说法 也有各自不一 比如说一般的结集 讲到二次结集的时候 讲到大天这个人 说到大天武士 是破坏佛法 大天不是阿罗汉 假称自己是阿罗汉 大家把他骂得跟臭头一样 亏基法师的书里面 却说你们都错了 大天是好人 大天是阿罗汉 大家故意污蔑他 所以才创造了大天武士 来污赖他 哇塞 那我们到底要听谁的 这本经这本讲 亏基基大师是何等人也 所以 那也就是 那接下来 那整体佛法是 变成分宗分派 从结集的时候 我们结集的时候 还没有很严重 只是说 身文人结集身文的 菩萨结集菩萨的 什么时候才开始严重 我们大致上 把佛的时代切一下 佛式的时候 就以公元前531到486 来算好了 当然实际上不一定 因为这边没有确切的证据 当佛走了以后 大家瑟跟阿南 接任摩羯陀国 身团的领导人 记不记得 好 请问 大家瑟有没有权利 去管别的地方的身团 例如说 他有没有权利 去管妇罗纳的身团 没有 佛在世的时候 已经交代 你们各自出去弘法 各自成立的身团 彼此并没有 互相隶属的关系 好 那么 然后呢 所以在佛走了不久之后 阿含经里面有讲到 有一位摩羯陀王舍臣的大臣 叫宇世大臣 大概就相当于首都的国 首都的市长差不多 他曾经去问过阿南 自从佛走了之后 你们还有没有像佛一样尊贵的人 可以领导大家呢 阿南说 没有 那有没有佛指定什么人 来领导大家呢 也没有 那或者说有哪一个人 你们大家愿意跟着他学 请他来带领你们呢 还是没有 于是呢 于是就说 那我知道了 自从佛走了之后 你们就散掉了 没有人能率领你们了 阿南说 不 我们有领导人 于是问说 你们的领导人在哪里 我们的领导人就是 阿罗汉 谁能够成就四双八倍 谁就是我们的领导人 我们就听他的 我们就跟他学 记不记得佛走的之前有交代 从此以后 依法 不依人 这样能够连贯在一起了吗 以实证为主 那可能有人还想不通 老师 那你所说的这个四双八倍 只是二圣人的成就 那大圣人的成就呢 来 如果把二圣法拨开 把解脱道拨开 有没有可以独立存在的大圣法 大圣法修不修 二圣法 修不修解脱道 当然修 正确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不对 解脱道是大圣道的基础 所有在大圣道上 有成就正果的人 他必定已经完成了 解脱道上对应的 比如说大圣的剑道之前 他已经是二圣 虚托还断果剑的人 大圣出地之前 他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阿罗汉的实证 对不对 所以呢 那尤其是在僧团里面 因此 用四双八倍 用正量来 作为判断 这本来就是佛交代的事情 好 那么 但是呢 即使如此 在阿南时代 佛法已经严重剧烈的败坏 有多快 记不记得 阿南为什么决定要入涅槃 有一次他年纪大了 然后听到下面的小沙弥 在那里背经典 说 如果人活一百岁 没有见到水白赫 不如活一天 能够见到水白赫 阿南一听 不对啦 不是水白赫啦 是解脱法 生灭法 于是就纠正他 结果这个小沙弥搞不清楚 就回去问自己的老师 自己的老师告诉他 阿南老糊涂啦 你不要相信他 所以阿南知道这件事 就决定要入涅槃了 这个其实就是代表 在短短的不到一百年当中 整个僧团迅速的败坏 败坏的意思是说 那些原来正国的人走了 不回来了 然后呢 下面就没有在接的人了 那有人说 老师我们可以把经典拿出来 看啊 你刚刚不是说 当初有这个 结集阿含经的时候 有这个白布吗 即使身为摩羯陀国 领导人的阿南跟迦瑟 他们也没有办法说 把经典拿出来看一看 没有 所谓结集的经典 从结集那个时候 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任何记录 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说看过这部经 从来没有 也许被深深的 埋在王宫里面 毁于战果吧 不知道 反正印度的习惯 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 使师父送 弟子被 好 接下来 那么 然后呢 在这个 汉朝翻译出的 分别公德论就已经说到 本来呢 真一阿含 布头非常的大 可是呢 在阿南之后 阿南拨涅槃 阿南的下一任的 摩羯陀的比丘 叫优多罗 优多罗也拨涅槃之后 那么这时候呢 其实阿南时候就有一个现象 朱比丘各自学习坐禅 不再去送禅 也就是不学习智慧 不学习经典 大家都努力的坐禅 因为坐禅快乐嘛 有境界嘛 坐禅会受到人家的尊重 他们嘴巴还说 佛有生云亦三叶 其中坐禅第一 所以我们就要努力坐禅 不需要再读经典了 所以呢 等到阿南走了以后 优多罗也走了之后 本来这个真一阿涵 有100篇 有100回 结果呢 丧失90回 现在只剩其中的十个部分 只剩十分之一 而且讲到外国师徒 也就是印度的师徒相传 都是口受相付 不听再闻 也就是说 就像刚刚所说 印度的习惯是 不把它写成具体文字 因为具体文字翻出来还是声音 他们也不重视 印度人有多么的不重视文字 各位知道吗 给各位猜 中国人早在汉朝的时候 就开始发明印刷术 给各位猜猜 印度的印刷术 是什么时候开始 到了15世纪 印度才有印刷术 所以所有在15世纪之前的 佛教经典 全部是手抄本 手抄本 接下来 不幸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个 例子 大家都会背 禅宗28组 佛陀传大家设 大家设传阿南 阿南传墨田地 或者说桑那和修 然后这两个人 有时候会颠倒一下 最后传给幽波局多 好 各位知道吗 阿南是摩基陀国教团的领导人 摩基陀国教团领导人 在今天的巴特纳 现在建号指的地方 是印度的东边 可是阿南的下一任 叫做墨田地 墨田地在哪里 后面的三任 墨田地 桑那和修 幽波局多 他们的红法地点 全部在这边 寄兵国 Taxila 一个在印度的东边 一个在印度的西边 所以在经典里面 还有讲到 当阿南要 入念之前 他先要把法传给下一任 他怎么传 他飞出去传 用神通出去传 那么其实这个所谓的28组的故事 也告诉我们 阿南之后 整个法 或者说大圣佛法 就从印度的东边往西边 移动到Taxila 寄兵国 也就是现在的克圣米尔 然后再从克圣米尔到中亚 再从中亚进入中国 我们可以说是佛法的败坏 也可以说是这是佛法 不得不出现的流传 后面这三位 全部都是在克圣米尔人 优颇居多就是 阿育王的国师之一 所以这三个人 并不是真的很紧密的 这样一任传一任 因为这前后跨度300年 那么跨了200多年 接下来 我们可以先做第一个结论了 到底为什么佛法 会从原本的整体佛法 变成分中分派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 没有人能按照佛所说的 十正四双八倍 或者说太少太少了 所以呢 就只好分中分派 我懂得跟你懂得不一样 你懂得跟他的懂得又不一样 各自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但是佛有交代 一个十正四双八倍的人 就能把这些东西贯穿起来 如同佛自己一样 如果没有这样贯穿的人呢 那就 好 接下来 那么 然后呢 阿育王 那么 再一个原因则是印度的语言很乱 它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直到2001年 全印度有1396种的母语 母语就是妈妈教我们的话 代表印度人常常要用不同的话咯 对 印度能使用29种语言的人超过100万 能够用121种语言的人超过1万 好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大家现在常常用的 Google翻译 对不对 Google翻译呢 中文是不是就只有一个中文 中文转英文 中文转英文 可是各位晓得印度文吗 Google里面翻译的功能 2017年印度文有9种 上个月 2022年5月11号 再增加10种 目前有19种的印度文 这就是印度跟中国 根本上 这个语言文 语言很大的差异 那我们关心的是 那佛自己弘法用什么话 10个人里面 大概7 8个都会说开玩笑 佛陀当然是用凡语 泛语在弘法 对不对 错 佛在四分律五分律里面 佛都有交代 有弟子跟佛说 佛啊 那个你现在 这个众比丘 大家各自用各自的声音 在弘法 很乱 那所以呢 我们是学婆罗门语的 我们是学高贵的梵语 我们就用梵语来 帮你把佛经翻译成 高贵的这个语言 好不好 佛就骂他什么 入于吃人也 你这样子做是毁坏我的佛法 原因我们刚刚说过了 因为梵语是婆罗门的专利 如果你用梵语 那就是毁坏我的佛法 所以不许你用梵语弘法 那不许用梵语弘法 用什么弘法 实证者 对不对 如果你是阿罗汉 那当然你就知道佛陀 在解脱道上的意思 如果你是出国人 你就会知道整个佛道 不会太错误 等等等等 好 那么对中国而言呢 更严重 那刚才说到梵语是 这个婆罗门的专利 然后呢 可是大概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 因为整个印度逐渐的学梵语 当时呢 马明菩萨有说 社会上呢 国王跟大臣讲梵语 一般的老百姓讲各地的俗语 我们台湾大概民国38年 40年也是 高等人讲北京话 普通人讲台语 对不对 这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呢 可是渐渐的渐渐的 是不是大家通通讲普通话 已经没有高不高等的问题了 因为书同文 语同 话要同语 印度也是 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 梵语复兴活动 各个层面 都被梵语变成唯一标准的话 那马明菩萨也讲到了这一点 所以呢 佛教的僧侣 大概足足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 把原来各地的俗语 转变成为纯梵语 梵语很难学 非常难学 要足足学上三年到五年 才能有所小成 很困难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大概足足两三百年时间 有所谓的佛教混合梵语 也就是看起来像梵语 实际上是属语 整个智慧是混在一起的 它有一本大字典 专门就是佛教混合梵语的大字典 那么方言跟梵语的混合体 各位也能体会吗 我们常常会听到台湾隔语 这也就是所谓的混合体的意思 那在中国呢 因为中国的佛法不是从印度直接传过来的 中国的佛法是 我们看中国一开始翻译的时候 在早期翻译的时候 有人去统计过 有印度人 有汉人 有安息人 也就是伊朗人 有大陆之人 也就是西北印度人 也就有秋辞人 有刚居人 康居人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沙玛汉那个地方 那个叫什么国家的 有寄兵人 有土火罗人 还有一位佛陀罗刹人 各自以他们国家的佛经来翻译成中文 所以呢乱的不得了 当时还有记载 如果你要翻译 你必须要解36国语 因为整个西域就是36国语啊 你要能够通达 那你要回各国文字 虽然各国彼此的差异 是有相当大 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一开始就接受了很多的佛经 但各自说的各自乱七八糟 再加上 当时很多人来中国的时候 譬如说四分律 四分律传来的时候 纯粹是口传 没有文字 这个 佛陀耶瑟 他用口传的方式 也就是他背 他从小就背 把他念出来 然后纠摩罗斯帮忙翻译 旁边国家的 国王的弟弟姚爽在旁边 看到吓一大跳 怎么可能有人能背出这么多东西 就是有 那其他呢 还有像那个真意阿含经也是 全部都是背出来的 那像十颂律 纠摩罗斯翻译的另外一本律 更好笑 他翻译的时候呢 一开始是一个老法师来翻 然后结果翻翻翻翻 这个佛洛多罗 结果呢翻译其中 十品里面翻译两品 结果他死掉了 太老了 死掉以后呢 只好整个就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就等到下一个人 才能够继续翻译 所以早期的时候 中国很多佛经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就会造成什么呢 语言的大错乱 错乱本来在印度 就已经是各地的俗语 然后呢 传到中国的时候 又转成中亚新疆小国之语 传到最后全部变成中文佛法 好 结果造成什么现象呢 所以玄奘法师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 很辛苦的工作室 在他活着的时候 他就告诉人家 哪些经典是对的 哪些经典是不对的 哪些经典不许再念 纠摩罗时的 好继续用 结果没想到跟玄奘同时的 同样出名的另外一个 叫法冲法师 讲人且经出名的 他竟然跟玄奘说 你自己是按照旧的律出家 现在你却说是不许 这个有问题 那你就回 你还俗 你还俗以后再来跟我讲 那对一个出家人来讲 叫人家还俗 这是很 大概最严重的一种侮辱了 那或者呢 即使像是玄奘法师 自己的高徒 直接列在他的翻译群里面 一个灵论法师 他是帮玄奘法师做正义 证明两边的义理 这一定是要自己 相当有修行的人才能证 没想到呢 在玄奘死了之后 灵论提出十四门义 证明玄奘所翻译的新的这一些 逾切论是错误的 旧的才是对的 那灵论主张什么呢 他说玄奘法师说 他主张说这个 一物即到出地 物的人就是出地菩萨 你不可能说我还没有到出地 就已经开悟 没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那实际上也就代表说 这个分中分派 即使是在玄奘的时候 他自己的高徒也是一样 乱得不得了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个疑惑直到现在 这个就要讲到 不但是大圣门派 大圣小圣 大圣各个宗派 就算是在维士学里面 彼此也在分中分派 为什么 因为护法跟戒贤 他们是叫做维士经学 安慧跟德慧 被叫做维士古学 表面上他们讲的都是维士 但实际上安慧跟戒贤 所主张的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他们代表了不同地方 实际上代表的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护法 玄奘法师这一派 主张人有八个事 转世成治 阿赖耶士转世 成为最后的大圆禁制 但安慧主张不对 一切都要灭掉 阿赖耶士要灭掉 灭掉以后 就可以出现一个第九世 安摩罗世 为什么即使在维士的门墙里面 彼此也在分中分派 原因何在 还是我们今天讲的一贯的原则 你有没有实证 你没有实证 你怎么能说要灭阿赖耶士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阿赖耶士 你灭什么东西 就差在这个地方 就差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整体佛法跟分中分派 其实它的根本的原因是在于 你到底有没有实证 没有实证 根据自己的想法 就会胡说八道 像这个真帝三藏就是 他主张要有第九世 其实不是他主张 而是他跟着安慧学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他的决定藏论 他所翻译的 余谐师弟论里面 就讲到说要有第九世 但我们现在如果去比对 梵文本子或者是藏文本子 都没有讲到 安摩罗氏这种东西 根本没有这个名词在 好 那么所以 那 我们最后 把今天讲的东西 做一个结论 在佛事的时候 就是一佛圣 佛所说的东西 不会自相矛盾 但在不同的时期 说四双 说这个五十三教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么 佛所在乎的弟子 叫四双八倍 只要有正果的人 都可以说是出家生 都是圣义生 即使穿白衣 也说你是黑衣 即使你穿黑衣 但是你 你没有正德 那你只能够是 这个 打外围的 等到 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呢 出家有出家的团体 在家有在家的团体 大家学习的是 整体的佛法 那主要还是出家人 有生文像 但是呢 修学解脱道 修学解脱道 也修学大圣道 所以就叫 因为他们是有出家像 所以叫上座 回小向大 同时学大圣法 所以呢 玄奘法师把这些人 称为大圣上座部 在西域记里面 有五个地方提到 大圣上座部 这也是学术界今天的谜 他们没有人讲得清楚 到底玄奘法师所说的大圣上座部 是什么 既然是上座 又怎么会是大圣 既然是大圣 怎么会是上座 其实这是玄奘法师 心中的理想 那到后来呢 由于正 主要是由于正果的人逐渐凋零 于是呢 就越来越错乱 不同见也不同行 那么已经违背了 世尊所交代的 要依法不依人 然后呢 所以呢 那么 世尊交代的是不依止表象 而要依止实证三圣菩提的圣意身团 那如果是以这个原理 所立的身团 他从未分裂 因为立的是四双八倍实证 你的任何人在佛 在佛法里面所证的四双八倍 都是一样的 不管今天你穿什么衣服 不管今天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可是呢 如果不是以这个为前提的话 那就是各自以各自认定对的东西开始分裂 但那么其中特别是 在家向的菩萨身团非常的少 因为人本来就很少 谁写过 龙树菩萨写过 龙树菩萨有讲 当他想学大圣法的时候 他好辛苦 他跑遍了整个印度 因为要去各地寻找那些大圣菩萨 大圣菩萨不像出家身团很庞大 都是少少少少的 所以他早遍了整个大 他早遍了整个印度 最后甚至找到龙宫里面去 才能够把完整的大圣佛法学起来 所以玄奘法师他毕生努力的目标 其实就是要破除分宗分派 他要回到佛在世的时候 佛的内心想要的闻佛本怀 要重振整体的佛法 好 那今天时间关系 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余老师精辟的解说 让我们对于佛法 有更正确的了解 让我们再给老师热烈的掌声好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